大家早安 到我們的氣象時間 趕快來關心一下 今天的天氣狀況會是如何呢 那要提醒大家 今天依然是全台非常高溫悶熱的一個天氣 所以大家尤其在中午的時候 外出的話去買午餐的話 記得一定要多補充水分 另外防曬的工作也要做好 這個陽傘就記得要帶出去了 小心不要中暑 那今天一樣全台各地 尤其是山區的部分 還有在北部地區 都還是有機會下起一些午後雷震雨 所以要提醒大家外出的話 也要記得攜帶雨具 今天全台的高溫都會落在32到36度左右 甚至有一些縣市可能會來到38度 我們再來看到一下高溫警訊的部分 要特別提醒大家了 紅色燈號的部分就是屏東線了 今天屏東跟高雄都有機會出現38度的高溫 所以真的要特別留意了 那橙色燈號還包含了像是台北 新北新竹線 彰化線南投線 雲林嘉義縣 台南以及高雄 橙色燈號的部分呢 都是有機會出現36度 或者是36度以上的高溫 另外黃色燈號的桃園跟嘉義市 今天也是有機會高溫會上看到36度的 所以就要提醒呢 這些所有的縣市 尤其是北部還有中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這幾天真的外出的話都要多加留意 防曬一定要做好 另外呢要記得多補充水分 那我們從天氣走勢圖來關心一下未來的天氣變化又是如何呢 好 今明這兩天都要提醒大家我們主要就是武後雷震雨的一個天氣形態 中午過後的時候 尤其山區的部分雨勢還是會稍微來的比較大一些 那另外北部地區也都還是會有一些武後雷震雨喔 不過這幾天的武後雷震雨跟前幾天比起來 已經是明顯的趨緩一些 那到晚上的時候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不會下雨的 除了呢迎風面的這個東南部地區也好 台東跟恆春半島 晚上的時候都還是會稍微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震雨 好到禮拜五的時候呢 太平洋高壓的勢力會稍微減弱了 所以我們的高溫會稍微下降了 這幾天都是可以來到36 37度 但是禮拜五開始呢 高溫大概會掉到35度左右 還是很悶熱 所以大家還是要留意喔 不過我們要提醒的呢 就是中南部地區 從禮拜五開始呢 因為風常是轉吹偏西南風 南風吹上來 所以整個中南部地區 雨勢就會來的比較多一些些 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震雨 但是呢要提醒山區還有北部地區一樣 就是中午過後都還是有機會會下起一些 午後雷震雨 好最後我們小丁寧要提醒大家幾件事情了 今天全台各地都是高溫炎熱的天氣 所以外出一定要記得多補充水分 好另外今天台東跟恆春半島 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但是這個雨勢都不會來得很大 那要提醒包含這個山區 還有北部地區都還是要盛防 會有午後雷震雨的一個情況 以上就是這一節氣象資訊提供給您